欢迎您的收看上阶关心地愤的南道新闻 水利区的龙虎村有一片16公金 最后台电的土地 原本是关注最后来进行水利大湾国务区的开发计划 但是这个计划在去年四月份已经提案 所以这个水利区公司就这期来建议台电 可以好好来挂挂这片土地 目前台电也计定要设计做太阳灵的光电区 初步几个月也都已经玩笑 代表村长 两位村长 实质到团队他过去的干部 台电民谈发电区的人员 用参加的产党也有水利区公司进行做设计 这一条公金目前没在于水利区的土地 已经做好到初步的几个月 修设中设计两公金流灵的发电区 一个太阳光电区 那一季今年七月就大致上就可以发包 那设置时期整是很短 在年底的话就可以设置完整 那明年1月1号大概就可以正式发电启用 那它装置容量两公顷来讲 会有1800kW的一个产出 为了外发尽善 高雄家的一头很成功 适合发电热灵 所以台队来设置太阳灵的公电区 另外在入口的所在 这些是有一个公金外民家 要来做叠比划 复合到建国第一区来进行整理 以复合地坑发电的需求 对处地坑也相当均定 推动热灵还可以超级整体的观光发电 一个理念就是能够结合我们车程的自行车道 再来衔接我们的水岸自行车道 那再衔接到我们的市区 希望能够活络我们水里市区的一个观光产业 丁档亲也标示 从乎接口的所在 也是专家在这里 这看的到的相当地公廟 以防陛队提供热灵的需求 也把水里的水来行销出汽 记者 林云新 彩虹博多